我跟你们说 营长心里头 有女人了 真的 昨天晚上 营长亲口跟我说的 营长说 全有了 我给你读读我的日记 这老放在心里头 我闷的 你听着 这个女人 很勇敢 这个女人 很奇怪 这个女人 很善良 很善良 全有哥 你说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你先暴急 马全有 你说这真是折的还是假的 老虎哥 我咋听他说的 像说我家巧花了 别听他胡扯 他巧花是善良 但是他不奇怪 对 也是啊 这样 我就觉得 最近咱们营长 老是心神不定的 原来是有了女人 你们说啥呢 我咋就看不出来 营长心里想女人呢 难道这想女人 就这么难受 你先小说两句 马全影 你就一点影影模看出来 我跟你们说 我把两只耳朵 树的品驴耳朵都指 也没听明白 不过 倒是有一个人 谁啊 谢护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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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对不可能 咋不可能 啊 绝对不可能 咋不可能吗 咋不可能 那谢护士 就不是给营长当老婆的人 就是嘛 你们说 咱营长 这聪明了 营长能看不出来 这一说话 我开饭给担子 说话说话 说什么了 老乔姚 你说活啥了 营长 我什么都没说 我缝衣服呢 营长 他说了 做啥了 他说呀 他说呀 他说我家巧环了 他说我家巧环啊 多善良 多有感 还有多奇怪 这话 好像在哪儿听过吧 报告 营长嫁得人 野丝同学员来了 我让你说了吗 那你提个干嘛吗 我又没说他 对吧 那你提个干啥 手掌还有什么指示吗 那你提个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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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掌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的 太好了 又要打大仗 赶到遗川城西南地区 纵队主力回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肯定是要打遗川 没错 得马上通知部队 做好出发准备 快研究一下行军路线 干粮的区别情况 看来你在医院 不是去不成了 那个不着急 打完遗川再说 我倒是有个主意 你说 你看能不能这样 向全营的战士们 宣布一下你这个想法 你是说向全营的战士宣布 我要去卸护水当老婆 对啊 你是营长 是战士们心目中的英雄 这种事 最好先征得战士们的同意 和支持 去去去去去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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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适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看看 现在咱们马上要打大仗 战士们心里高兴这呢 再加上你这件喜事 这岂不是双喜宁门吗 我知道谢护士的本人 同意不同意 这样就得看你的决心了 能不能打铁 咱们先不管 得先把这把火 给它烧起来 有道理 全体都有 以上 消息 现在请讲讲话 同志们 稍息 咱们独立营 胜利地完成了 野司交给我们的 各项战斗任务 很快就要和主力部队会合了 会合以后 还有更艰巨的战斗任务 等待着我们 经过诉苦三茶 提高了阶级觉悟 团结了同志 刻苦练兵 提高了战斗力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要以更崭新的面貌 去迎接主力部队 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这件事 是我周大勇 是我周大勇个人的事 是我周大勇个人的事 但是我是你们的营长 有必要让每一个人 都知道我的想法 希望你们都支持我 这件事就是 我周大勇 喜欢上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 我要娶她做老婆 她就是 县红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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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知道就好 现在出发 出发 小心一点 县红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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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爷来了 李大爷 大爷 李大爷 又让你离我们带路啊 这是我整去哈的 玉鸣这娃娃 死活不让而来 你看这不是 把婆姨派的跟着我 李大爷 去延长的路 好走吧 莫死 而个胡总男的队伍 跑得都不见人影了 去延长的路 莫死 李大爷 你来得正好 赶快跟我到藏上 吃饭去吧 就去吃饭呀 生死都莫干了嘛 还让你老人家干啥呀 吃了饭 怎么好上路啊 走走 走吧去看看 延长 离延安应该不远吧 延长离延安不远 你想去延安是吧 是的 我在这儿待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也该走了 其实 你留在这儿也挺好的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 我知道 可是这里 毕竟会让我相信很多事情 好 等到了延长 我跟院长和政委说 还让李大爷送你去 好吗 谢谢你 谢护士 老朕姐 你真的要走啊 嗯 嗯 她说 她就能赶紧